5月20日由昆明骨科医院主办 昆明医学会骨科医学分会 足怀学组成办的足怀新技术培训班 在昆明骨科医院严家山院区顺利举办 会议聚焦足怀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 共化足怀外科建设与发展 在培训班启动仪式上 昆明市延安医院雄英教授表示 此次会议旨在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带动全省足怀外科技术的发展 同时 培养足怀外科领域医生的专业技能 提升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通过人才素质的提升和队伍的壮大 来满足百姓的需求 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次培训 提升专业能力 为更多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昆明骨科医院总院长尤智杰致辞时表示 随着经济逐渐提升 人们对健康的要求日益提高 使得怀足关节骨病和畸形治疗得到发展 怀足创伤 肿瘤也得到重视 迄今全国多家医院成立了足怀外科学组 或足怀外科研究所等 开展了一些我国未曾涉足的研究和治疗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班 普及和提高云南地区足怀外科疾病诊疗水平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十位专家 就怀观捷径的应用专题 足怀外科DRGS的应用专题等专题 分享他们对足怀外科疾病诊疗 相关临床问题的研究进展 并针对临床工作关键技术及难点 进行深入讨论与分享 各位专家生动 实用 精彩地分享 给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 印象深刻的视听盛宴 通过这次培训呢 因为我们举办的这次培训班 不同于以往 我们传统的 比如说小节受课 每一个人讲十分钟 每个人讲十五分钟 大家听的呢 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这次通过大课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让医生在听课的过程中 随时提问 然后我们安排的课程的整个题的内容呢 也是我们的足怀外科最基础 最贴近临床的一个部分 通过这些来学习呢 我相信各位老师 我们各位足怀同仁呢 可以从最基础的诊断 可以到最基础的治疗 以及最基础的影像学方面 都能够得到最基础的提升 因为我们的足怀外科 现在是归到我们的原来的我们叫大骨科 但是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生 想从事一个足怀外科相关的一个更加专业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有很多人呢 是通过骨科医生起家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对一些 比如说很基础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茶体 他的痛点 就像刚才我们在会上 我们的各位老师也提到过 一些很相邻的很近的两个部位 之间的鉴别 是需要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人来指导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次会 就想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我们医院主办那个足怀新技术培训班 是由我们医院主办 另外也是由医学会 骨科医师分会 足怀医学组承办 还有大部分医疗 我们一起主办这个医院会议 你为啥要主办这个足怀新技术培训班呢 因为主要面临的是 足怀这个亚专科 这个分组之后 大多数医生现在转行 做足怀方面的一些相应的工作 但是足怀真正诊断和治疗起来 其实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就是很多老百姓都脚疼 但脚怎么疼 就不是说患者 有时候到很多医院都治不好 是这个病 有的时候是很难鉴别和诊断的 所以我们足怀新技术培训班 主要是想把足怀的诊断 还有新技术的治疗 比如怀管的静了 小孩青少年的扁平足了 高宫足了 还有足面的一些创伤损伤 甚至还甚至没有有幸请到了 关于足怀DRD相关收费 比较权威的老师进行现场的指导 主要是想把昆明市 还有第一周的一些相关做足怀的老师 都聚到一起 完之后通过现场的讲课和授课 还有现场那些相关的演示 把一些足怀疾病有个新的思路 还有新的思维 完之后能把这些想法复读于实践 用到临床 为广大患者解决足怀相关疾病 为足怀疾病患者带来相应的福音 各类新技术 新的治疗理念 在临床诊疗中的广泛应用 为专业技能的拓展开辟了新领域 通过本次培训班 有效提高了参会学员的理论水平 大力推动足怀新技术 在临床中的应用 造福更多患者